我们继续来看啊 这个产品需求管理 产品需求管理啊 产品需求管理啊 从需求采集这个阶段啊 我们其实还回到刚才这个图上啊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通过 刚才是啊 上一节是讲了这个渠道啊 就是自己提的需求啊 公司内部提的需求 公司外部提的需求 这三种主要渠道 然后我们有多哪种方式呢啊 其实方式会非常的多啊 方式非常的多 比如说啊 用户访谈啊 用户访谈用户调查啊 对包括什么问卷啊 访谈啊 打电话啊 包括邮件啊 EDM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 还有很具体的啊 包括这个测试啊 测试我们之前也反复强调了啊 就是产品经理可能会通过 我们的这个数据层面 同时运营的数据分析啊 这些都可以去很多的啊 汇集到这些产品 产品需求上面啊 还有 公司的业务发展的要求啊 公司大的策略上的大的这个战略上的一些变化 直接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产品需求 比如说啊 很很 很大的一个趋势啊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PC啊 WARP上面的一些产品 逐步这个受到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的影响啊 所以就是很多的公司 很多的产品在转型 在转型 在向移动互联网产品形态上转型 所以和很多的这个需求啊 都是和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 还有公司的这个策略发展 是有很大联系的啊 还有就是第二块这个调查结论啊 调查结论 用户反馈分析啊 用反馈包括什么 有没有想过啊 比如说我们的投诉啊 投诉还有用户帮助 用户的一些FEQ啊 这些查询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通过我们的数据啊 看看用户对哪些问题啊 非常的关心 对哪些问题经常会查阅啊 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如果如果你的产品啊 你负责这个产品里面去有账号的这个体系 那你就会需要去每天去看 我的这些产品面对的这些用户 每天注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注册的成功率怎么样 登录率登录成功率又怎么样 这些数据其实和我们前面讲到的 KPI的一些指标啊 是非常有联系的 非常有联系的啊 产品数据分析 这两个是非常紧密结合的啊 一部分啊 比如说用户反馈这一部分啊 比如说用户的投诉啊 用户发邮件来咨询一些问题 或者反馈一些问题 这些都是偏定性的一些数据啊 产品数据啊 这个就是定量的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KPI的一些指标的表现啊 然后变化情况 这些都是偏这个定量数据的一些分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净品分析 净品分析 产品经理时刻需要去关注这个行业的变化发展啊 就是同类产品同样需求的 满足同样需求的产品有哪些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精品分析我们后面会单独有一个啊 小姐来去告诉大家怎么去做净品分析啊 这部分因为对产品经理的这个工作啊 指导性和作用啊 非常大 所以会单独拿出来来做啊 来单独拿出来做 后面我会去讲这个这部分内容啊 啊 这里还有一个啊 我们在图上其实可以看到啊 有一些公司会去设立这样的岗位 叫做需求管理员啊 或者是叫做啊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可能更倾向于那种项目管理啊 或者是PMO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们会把多个产品经理手上的这些产品经啊 需求啊 产品需求进行汇总 形成一个公司或者是部门这个级别上面的一个啊 产品需求池 产品需求池 产品需求池啊 这个概念啊 不知道大家好理解吗 啊 其实有点像我们前面讲的啊 就是你自己需要去做一个需求管理 你自己去做的一个需求管理 他只是啊 跨多个PM之间的一个协同的一个管理的啊 一个池子 这个池子的好处是什么啊 就是可以站在公司这个层级或者是部门这个层级去更好的去看 大家的一些想法啊 大家的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啊 同时可以去把这些信息互通有无啊 因为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那个需求管理的时候 有一些需求可能会合并 有一些需求可能会搁置啊 同时 比如说我是PM 然后A 然后另一个同学 他是PMB 我们可能会关注同样的一个需求 我们同时提出了两个不同的需求点啊 但是其实针对的是同一个需求点啊 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好的协同啊 可以让这样的资源更加的便宜去利用啊 其实建议大家也可以去在自己啊 所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建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池子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把大家的这个啊 个人的那个需求管理的文档 Excel 我们可能可以定期以一周为为单位啊 以一周为单位 然后去定期的review一下啊 回顾一下 大家一起开个会碰一下 看看这个需求之间是不是有更好的碰撞 然后能产生新的需求啊 包括把一些需求能够做这个合并啊 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资源最大化 资源最大化 啊 这部分啊 第一个阶段 需求采集阶段啊 跟大家讲了 讲到这里 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啊 给大家也不留一个小作业吧 就是你可以去站在前面经理的角度去考虑一下啊 如果让你去搭一个夸部门级别的啊 部门级别的这个需求池 部门级别的需求池 你会怎么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流程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啊 你可以去借助我们之前说的啊 画个流程图 画个业务流程图啊 去定一下如果有多个PM角色的话啊 大家之间怎么协同协助合作 能够更好的把这个需求池啊 转起来运转起来啊 然后版本控制怎么做啊 后面的这个推进跟进跟踪是谁来做 是大家轮流值班去形成一个这样的角色啊 学习管理员还是说啊 固定付一个某一个比如说team leader啊 或者是一个团队的负责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这部分的设计啊 其实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实际的需求点对吧啊 我觉得这个产品经理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啊 去负责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啊 这部分也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吧啊 让大家去实际的练习一下 谢谢大家